守護者 真的是守護者 他本身很喜歡那個棒殼金的角色 棒殼金 你在跟他換啊 其實都在在講 陸性 我們 我們的棒殼金現在已經到了我們的那個 中外軍身上 我們在大家準備要嘲笑姿勢的時候呢 我們就請老師來講一下我們今天等一下素寫的部分 要有什麼樣的規則的話 沒有 各位同學們好 我想素寫喔 掌握幾個要點 第一個他是短時間 他可能三分鐘五分鐘 十幾分鐘 他不像平常作畫素養 那麼長的時間 可能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 所以他掌握好精釀的那個感受 剛剛抽到第一個感想是 因為我抽到是萌阿麗莎的微笑 就是覺得說 好險 很簡單 因為感覺上是最簡單的一個 對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蠻沒有挑戰性的 可以換啊 可以換啊 沒關係 這是我就是 你知道嗎 OK的 最怕抽到哪一個 最怕抽到哪一個喔 呐喊吧 那個呐喊是蠻害怕會抽到 因為那個必須嘴唇要非常有張力 才可以做到那個臉部神經 好像會有點 擺完那個pose會有點失調 但是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其實 就是可以跟這些 會畫畫的 朋友們一起 欸 同學們一起互動 因為學育出的孩子不會變壞嗎 那當然我們也很榮幸 當他們的模特兒 不知道他們畫我們畫得怎麼樣 所以當模特兒的感覺怎麼樣 我就要問一些就是 充滿那些奧運選手的 同學 其實這個手真的蠻酸的 真的蠻酸的 你是抽到什麼 直貼冰者 還有這個非常陽剛的 中萬軍抽到什麼 其實我本來抽到的是很簡單 就是比如說是少女 真的喔 所以你比較少一點少女嗎 其實兩個都是少女 所以我們一定會選 沒有 你那個是熟女 我那是熟女 然後後來就沒辦法 就必須為了 守護者 某人 然後換了一個 因為你在戲裡是守護著某人 對對對 我是守護著 所以那個某人是誰陷害的人 這不是陷害的話不要這樣說 對 所謂我心甘情願 對 然後就換到了 就是維納斯 這從少女變少女 對對對 那那個少女是誰 維納斯的男子 那我當一下少女 好啦 讓你當一下少女 我在戲裡當了很久的那個 呼男 不是呼男呼女 沒有 沒有 她的 她一聽的裝扮 其實有的時候很中性 然後但是有的時候 她又會穿橘子 當然是在一些特殊情況 所以我剛剛一看到那個 愛讀書的少女 我馬上迫不及待的跟那個 子龍話 那希望她 扮演維納斯 扮演得非常得心的手 我覺得她好像也上手了 那就繼續讓她當下去 哈哈 那左左邊的 仁德抽到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講 陳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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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實蠻輕鬆的 真的是好戲 蠻像她的角色的 嗯 也很好 老師呢 我的 我原本超多吶喊啊 想要跟大東換 但沒有人出來幫我解救 是怎麼一回事 跟大海真的是很難救 對 還好後來就換了很輕鬆的 就是小天使 所以就又再多了 那如果我要當人體模特 然後要全裸的話 你就有自信身上哪一個部分 可以讓他們話 我剛才講完 等一下就真的要全裸 如果真的 真的啦 如果是真的要全裸 那擺出 人體自信的部位 如果是以身體的話 我本身對我的 是不是別人講的啦 就對我的臀部還蠻有自信 為什麼 因為蠻多人會說 欸你屁股蠻翹的這樣 但其實 我在健身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在練 啊臀部 所以 沒有在練還被戳俏 而覺得欸 我是天生蠻翹的 是微笑還是蜜桃形容 蛤 讓我來幫你們看看 然後再跟你們說 微笑還蜜桃形容 我還真的不知道欸 不會有人會去刻意照鏡子 看自己 吞醒才會 蛤 有可能 應該有吧 對啊 我想一下 還是別人朋友的形容 有聽過嗎 沒聽過欸 都沒有 沒有沒有 屁股要怎麼微笑啊 就微笑線啊 喔 所以既然這麼有自信啊 會不會改天想要 你知道啊 拍個 有啊有啊 我之前有說 我如果 因為我之前有一本 自己出的寫真畫冊 但我有說 如果出第二的話 會把我的 背部全裸畫進去 這樣子 畫 畫 要不要拍照那種寫真 拍就好了 嗯 因為我是出畫車 對 好啦 在這 所有演員裡面啊 就算是大東哥了 然後在同學 大家有看你的戲長 大家感覺怎麼樣啊 有沒有壓力啊 其實感覺很開心 很感動 就是可以陪伴他們 就是快樂成長 因為我們這部是 一個很輕鬆 然後很 算是也蠻具教育性質的 青春偶像訓 那可以陪伴這些學生們 快樂成長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其實剛剛聽到他們這樣講說 欸 看了你戲長大 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所以不會有年紀 或什麼方面的壓力嗎 沒有什麼壓力啊 會不會給你感嘆 會蠻期待的 因為就是 這麼好的一部偶像劇 然後又要再次出Part 2 所以自己本身是非常期待 然後其實看到蠻多網友的反應 都非常熱烈 那我覺得更期待更開心 那也希望說 12月26號趕快到來 雖然21號是世界末日 但是不會的 我們一定可以看到 終極版2 因為我們知道大東很帥嘛 可是因為現在新人背書 又越來越帥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 你內心也有讚嘆說 他們也有人真的很帥 還是其實也有一些壓力在 因為現在帥越來越多 我覺得 帥 美 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是 很好一個先天的條件 那當然呢 大家應該是會去看說 怎麼去呈現他的帥跟美 那當然我覺得 應該不是算什麼壓不壓力吧 對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 必定都身為我的師弟師妹們 這是 必須進我們公司一個最低的門檻囉 所以大東在這些演員都算資深了 在騙著他們照顧他們 還是指使他們做些什麼事 開玩笑 大東哥有沒有照顧你們啊 講一下 就是關於指使的 沒有 大東哥非常照顧我們 對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師兄 就是無話 無話不談 就是絕對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好 對大東哥就是你知道也會教我們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事 什麼事 那是 你不知道嗎 不是 學校沒教的事 比如說可能就是 等一下會有媒體 那或者要怎麼應對 或者是演戲的時候 鏡頭在哪裡 那是什麼角度 當然要是什麼 這些大東哥都會跟我們說 這樣各位感覺 好特別喔 人得說一下 最近在跟你一起談心 對 大東哥 把你會的中文都講出來 我覺得真的大東哥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那你覺得大東哥比較帥 還是你比較帥 大東哥比較帥 真的 他皮膚太好了 你可以再近一點 保養的真的很不錯 我都用愛戀魔法 面膜 每天使用 大東我們只算教你一些中文 我有教台語 台語 台語也有教過 然後奇怪的聲音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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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東哥真的 沒有很好 不要再問他 感覺到時候 爆料自己 一些什麼東西 因為大家都好像拍這部戲 然後傳出一些桃花的人 我嗎 對 有被爆料 什麼跟 嗯 我不太知道這件事情 對啊 其實大家都還蠻專心在工作上 所以這個報導是一個有意思 跟一個混結的 我不知道什麼報導 要講名字嗎 可以講嗎 嗯 曾友安 那還真的不知道 哈哈哈 不認識嗎 他有拍我們這部戲 我當然知道啊 但我不知道有傳到 所謂你剛剛說的是 有點卑諾 喔 對對對 我知道有這個語言 對 他有拍他有沒有 那到底有沒有 這樣講當然是沒有啊 OK OK 謝謝 謝謝